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拼第二败 王曼玉 输球遭投胎 吕国梁确收获好消息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国拼 聊一下视频赛 大家都知道目前国拼儿子在休斯顿参加这个视频赛的比赛 目前呢 比赛已经打到第4天的比赛 从前几天来看呢 可以说是冷媒叠出吧 包括张美智和林俊如等一批的优秀球员相继的被淘汰 所以说本次的南南冠军有很多的悬念 因为整个下半区的话就只有伯尔一个 相对来说是实力比较强的一个球员 就在今天早上 女队也是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咱们的国拼三大国手之一 王曼玉也是惨得淘汰 他是在混双的比赛中是输给了一对硬的选手 因为之前呢 王曼玉的打档是林高远 开战之前呢 刘国梁是拆散了这个组合 让王曼玉呢 达到这个美国选手卡拉克 林高远呢 达到美国选手张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 刘国梁也是为了推动全球平衡球世界的发展吧 拆散这对混双组合之后呢 可以说实力也是大打折扣 确实在比赛中啊 比赛非常差劲 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啊 王曼玉也是发挥超长 战胜了对方 今天的比赛啊 王曼玉和卡拉克呢也是在A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方 被对方的逆转 所以说 对于王曼玉来说呢 敌录的这个混双啊 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 因为之前的话 王曼玉的任务啊 还是非常重的 他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女单这个冠军 混双的出局呢 可以让王曼玉呢 有更多的心思啊 去投入到这个女单冠军的争对亮容 本次的女单这个出谦啊 王曼玉呢 是和陈梦是一个半区 所以说两个人啊 很有可能啊 在半决赛中相遇 对于陈梦呢 王曼玉呢 最近的几次战绩啊 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优势 在今天的全球会中呢 他是战胜了陈梦 所以说 对于王曼玉来说呢 他想要成为这个国平一级啊 必须要跨过陈梦这一关 因为陈梦是奥运会冠军 如果王曼玉呢 既然他战胜陈梦之后呢 可能他声望 包括在刘国良心中的地位啊 也会得到很多的提升 也是会对下一届的奥运的选拔赛 包括奥运的备战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所以说王曼玉呢 换双出局啊 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呢 是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让他能够全心的去投入到这个女单的比赛中 嗯 比赛开始之间啊 周启豪被淘汰之后呢 可以说王曼玉这个换双组合被淘汰啊 是咱们国平的第二个败仗 就在刚刚啊 刘国良呢 也是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他也是正式被认为国际拼联的副主席 因为之前呢 刘国良在视频在开始之前呢 他也是竞聘了这个国际拼联副主席 经过了几天的一些讨论 包括商头啊 国际拼联是正式认为刘国际为国际拼联副主席 这对于国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刘国良成为国际拼联副主席之后呢 可能会推动全球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乒乓球这个事业 让以后的比赛能够变得更加精彩激烈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谢谢您的 deck